多少枚核弹能够毁灭世界 1000颗吗 这个答案是no 1000颗核弹 连美国都毁灭不了 在1945到1992年期间 美国就在本土进行了 1032次核试验 其实核爆炸的冲击波 对生态的破坏是有限的 但是辐射却影响到了很多人 美国西部沙漠中部的内华大试验场 存在了美国的699次核爆炸试验 是被核弹炸过最多的地方 包含地上和后来建在底下的核装置 这些核测式的当量 相当于8600针TNT 这是一个多么夸张的数据啊 天华大试验场 65英里外的拉斯瑞加斯 每次都会看到 核武器爆炸试验所产生的黑色云朵 时至今日 从卫星地图成像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当面测试留下的深坑 如果运求表面 给予的几百次核爆炸试验 就发生在太平洋比吉尼岛 安尼威塔克岛以及约翰逊岛和圣诞岛 太平洋地区的测试 也导致了很多太平洋岛民 被强制搬迁 其中留下的核辐射也危害他人 其中一次美国在城堡布拉沃 进行的核爆试验 碰巧一艘日本渔船经过 结果爆炸产生的核辐射 忽然导致一人死亡 多名船员不适 1952年11月 在这个平平无奇的日子 发生了 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核试验 这是美国在安尼威塔克岛 进行的一次热核聚变炸试验 几万号叫做春藤麦克 炸核弹的当量为1000万吨TNT 是广岛核弹爆炸当量的近150倍 炸核弹爆炸时的火焰半径 达到了1.8英语 并且产生了一个 升至13万5000英尺的巨大蒙古云 接下来的十几年中 美国也不断地做着核武器的试验 高空系列 外太空系列 过度频繁的核爆试验 也给美国带来了灾难 据报道从1952年开始 几乎所有美国人都遭受过核试症的影响 之后美国也意识到 核武器的毁灭性 在1992年停止了核试验 核弹最初的研制 是各国打算用在军事上的一种武器 但介于核辐射的巨大危害 可人道主义考虑 全世界都提出了进和言乐和行为 人类追求先进的科学知识是可贵的 但是不能盲目地为了战争而去研究科学 而是更应该为了和平去研究科学